这个台湾话就有魔镜的 对 差不多 几节拿到了9分 6头4重了 我们看现在 场上的局面会怎么去呈现 你现在是单外援了 对 对方是正常的双外援在场上 往上的艰难时刻才刚刚开始 没有抢到一个真正好 好的开局 包围担挡对胡锦丘的拆开非常注意 进攻开转真的是很难 同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波罗西斯下去以后 他们的内线的高度和硬度并不是特别的好 嗯 身高最高的胡锦丘还是对抗货稍微弱一点 而最能扛的苏尔宇呢 身高上只有2米05 嗯 嗯 嗯 我们来看看啊 看看广沙如何面对这个困境 能否他们在单外援的情况之下呢 也跟对手至少有一个打平的呈现 嗯 帅尔德第一节的前六七分钟里啊 很好地调动了球队 另外 中间穿过给他漂亮 哦中间穿过这一下 然后加上 嗯 顺手把球点给队友 太流畅了 一模一样的球打第二回了 嗯 第一节给了于昌栋一个 这时候又为孙童林一个 嗯 现在对于我们看这球啊 嗯 现在对于广沙的问题来讲 是因为场上你的内线 平是波罗西斯 嗯 五号位站的是苏乐鱼 所以呢 防苏乐鱼这个人 呃 会 比较安全感的能够离开禁区 嗯 然后往上去协防 就是目前啊 广沙场上啊 每一个点要去单吃对方都很难 所以 制造不出什么太多 特别好的机会 嗯 全都是勉强的出手啊 嗯 李珍 造成了苏乐鱼的犯规 苏乐鱼很快的领到了两次犯规 这应该往下来的进空端呀 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他们这个打球的方式 你看 最后这两个回合最后就是变成了福德森 强投啊 胡金秋强投 嗯 前面的24秒全都在跟新疆做肉搏 但是呢 新疆队他们能换的人比你多呀 能不 48分钟就是用10个人跟你都 这个五六个人做肉搏呀 是 因为苏乐鱼这个犯规次数领不有点快 对 能俩饭了 这一节刚打了1分14秒才 实际上知道面沉死水 嗯 确实能感受到广沙现在正在面临的压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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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投篮最后的终结都是免强攻的方式啊 这就是为什么广沙队的分叉正在逐渐被带开啊 嗯 他之所以会这样勉强攻是因为呃 他场上有一些球员是对手的防守可以离开一部位置的 比如苏乐鱼我不用天你那么近 你知道你拿到球我再去干扰你 嗯 你比如福特森虽然我要体贴着你 但是 嗯 我防是防你突破 我给你空间 后退一部防 所以整个的进攻上呢 哎 好球所欲非常重要的三两分球命中啊 对 这几中投啊 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防守 没错 让对手不敢放你这么远 里根再来一个 哦 这球里边接好了吗 嗯 你说里根应该是没怎么接好 因为他没有习惯性的低头看三分线 对 对啊 哇 里根这个下分速度太跨了 12分了 军事节就干扰了 这球变向身后又被菲尔德给切掉了啊 菲尔德面对错位 还是自己不投 还是愿意传 嗯 克兰排克今天是三次空位没有投中 如果他这个今天的三分手感再好一点的话 嗯 恐怕这个分差就已经 拉开到十分以上了早早 对 但你还是能看到 当菲尔德看见克兰排克出空位的时候 嗯 他自己上才有投篮机会 然后声声拧着腰把球传给了克兰排克 对 你能投我能投 那还是你来投 嗯 而且你投的是三分球啊 他是挺愿意相信这种接球投的全功率是会比持球投到高的数据 好球啊 若于两个中距离 嗯 但这球我们看算不算 嗯 这两个中距离投中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对手防守排步的 之前我们讲 当他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对手是给他空颠的 嗯 这两球打进 我们看看是不是新疆队在扑吃球球员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的有侵略性 对但这球福德森又吃体了啊 福德森抱怨才怕呢 菲尔德呀 菲尔德呀 菲尔德到现在为止 投篮没丢过 发球没丢过 就是两个三分球加三个发球 嗯 九分三个助攻啊 助攻数看着不多 但是呢他真是几乎做的每一个决定到目前为止看上去都是正确的 而广沙这呢除了两个万元以外得分最多的球员得四分啊 就不要变了 都被套戌小学生 船 可是国伦那场 这球好像是给投篮散归了 是给了个三三散归嘛 财产必处理一个三的省事 赛季平均12分 今天已经得到12分了 可不吗 关键是今天民中率没丢过的 是 赛季黑 结果这罚球开始连续拖 对官方父母挑一顿奶 嘿嘿 这次也挺艰难 温秋打打小 春秋啊 这球其实挺危险的啊 你球不能放下来 放下来真的有可能随时会被菲尔德这个级别的学员给倒掉的 没错 放在胸口的位置正好暴露出来 嗯 防一个黄色 我们看现在手地手之后啊 余昌东不往上抢 福特森抢得这么有侵略性了 因为苏若鱼呢是命中两个中距离 这个点不敢放这么大了 嗯 这一节双方身体接触也都是够频密的啊 现在就已经都是 嗯 到四个犯规了 对 加速往前给 多打少 中路空了 哇 这球一上动之后 纱练来了 嗯 地图居然有身体接触 传他并没有吹 十分的分叉 到两位数 后退着防 非常清晰 后退着防 等到这儿去斜防 福德森今儿也明确 福德森今儿是根本不投三分球 放弃了自己低效的三分球出手 太能抢了 出了鱼三范 这个简直太能抢了 他就是传说中的矮壮篮板 乖一呼噜一大片 在篮下 这卡的位置两把球都是他的 对 他主要是有力量 对 破了他 有力量 而且移动的节奏速度很快 打篮球嗅觉习惯也好 这个球员反正专心打球 还挺厉害 出了鱼三范 所以三范也是累够呛 跟对面斯多克斯这一顿扛 换上了赵天忆应该是 这样的话 内线的对抗又下降了 高度下来了 把沙尔又改变房了 是吧 嗯 哇哈 哎呀 菲尔德这都能劲啊 菲尔德三投三中啊 他依然保持百分百 嗯 嗯 杨斯的场边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滋味啊 嗯 等于好机会 人都有自我都有依狗啊 嗯 但是呢 球队至少在赢 不用 拿人犯规 斯特森可也得小心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 这肯定是至少第三个了 至少第三个了 因为我意想当中是他第一点是疑犯 参考 三十平时期 让我们一起另外一支漂亮的队伍 排自清早天球新疆宝贵集成 拉拉宝贝 我们的众 профессbaj 那么节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福特森是三贩 这一节 其实过去的时间并不多 一半都没有到已经三贩了 那这一块他现在已经是三个人三贩 林志杰 福特森和苏洛宇都三贩了 都是重要的轮转球员 你就八个人打球 有三个人都三次犯规 又抢到一个进攻篮板球 这球 红尼球这篮板卡位卡的不太好 终于丢一个 往上迅速的往前 看看能不能打起转换 有能打扫 上球很快 这球上得非常的及时到位 对 这球红尼球连顺带过人 贝尔德也两个犯规了 所以这球干脆不摸了 小天一上来要再扛 斯托克斯就更难 他又比苏洛宇小一圈 红尼球还是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篮筐下面去要位置 对 红尼球当然是一个有特点的球员 作为一个内线 它的移动速度很快 各种进攻方式终结率都很高 但是红尼球还是有几个这样的瓶颈被卡在那儿 比如说他的三球什么时候能够练出来 这样的话他的进攻范围能扩大 然后他的自主进攻能力 什么时候能够蜕变呢 咱们这球打出了一个 林智杰在那一线背身面对斯托克斯 这算是难得的今天 福德森涨到了红尼球 可惜啊 很扎实地位脚步啊 这段时间广上呢 这个是追分的机会啊 那能不能抓住 开开 现在对福德森涨这一点抓得就很紧啊 对他挡拆啊 非常注意他拆开后的威胁 阿布莎姆 他和中国所有的明星球员的一个巨大区别 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无所处 嗯 这个球员太会走的 看菲尔德的传球啊 太漂亮了啊 李根没有浪费这次传球 你就看菲尔德这个推进啊 你看李根 当所有的注意力压在他身上的时候 菲尔德就在寻找队友 你看最后李根投进这个球 当发现暂停的时候 看菲尔德的那个神情啊 啊 你看啊 看他的眼神啊 往前一压 看到他在我身上了 看他在这几岁上的手里面 看他在这几岁上的手里面 看他在帚上的手里面 是那 enough 那是我 thought OK Australia I can feel your passion all the way from here Yo France I know you want it You just love giving everybody a hard time now Don't you Nihao China You show me love Now show me some game And all of you Fieber Basketball World Cup is right here You want it Come and get it USA Don't get comfortable Wow Zerder再次用他的传球 一下激活了身边的所有人 真的是激活了所有人 到现在为止他的助攻上数据是四个 还是不多 但越来越融入 联防 新疆改了一联防 拉人犯规 说了李根的拉人犯规 这个加手臂了 刚刚 里根今天运动战没有投丢过 唯一投丢的是罚球 丢了两罚球 富洛西斯上 富洛西斯上 富洛西斯上所有球加起来丢了一个三分 富洛西斯上场 应该是对于球队的提升会很明显 一他今天外界很准 二是他是一个可以得分可以侧应的球员 可以富洛西斯说话间第一个两分出手 但这个球帅他暴露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身高 在终结的时候在内线会受干扰 胡金秋这一截也可以了 这一截单几截他上双了 没错 胡金秋确实是这一截能够咬住分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至少没有分叉 再进一步被拉开 大范围转移到阿卜杜外线 往下也换二三连了 呦 富洛德这是跟胡金秋在争拉半球 对 而两个人不是说在手边上不是拿下来争的 是在天上来争这球的 尼粉德好能跳 他确实好能跳 他我记得以前大概垂直弹跳测到过40英寸以上 40英寸 很可怕这是 很可怕的是不是 没有想到许久未见 来到CB让大伙眼前一亮终于看到他的真正的比赛能力 我们看篮板球对比今天他正在围局 好多 刚才篮板对比是21对10 这是伯洛西斯的第二次反位 第二次反位 伯洛德就是我们所谓的勉励为止 但还就是终究的分差一点一点在被带开 如果这阶不是胡金秋拼命的在得分 这阶现在就20分分差 是 就是胡金秋呢就是继双万人之后 也迅速站出来现在得分上双 但其他人得分最高还是只有4分 再得 运过来 这球运多了 机会 3打1 老头起了一下 第一下是想给扣进去吗 看着很努力的起了个步 嗯 我现在之前有一个 这颗地这一下好像费尔德有点小受伤 嗯 核奕 虽然是 ビーヤ 有等于 本温 最 doesn't 我们 diferença 我们想是 我们 Plein 去 车 好 存 programme 本温 都 是 卡拉麦克今天手感不佳 今天卡拉麦克就运气不太好 也都出机会了 就是没搁进去 是我们来看看广沙队能不能在 上面场结束之前 尽可能把分插迫近 到各位说 这样到了第三节 双方都是 三万元的时候 他们还能往回 再追一些分 给对手一些威胁 波罗西斯就像刚才这个球 在内心他遭遇场洞 愣是没遭洞 被遇场洞给弹回来了 他抢回来 波罗西斯有没有 外线 三分 转进去了 六投四中的三分球 今天他投进第四个三分球了 波罗西斯今天半场拿小二分球 对他来个人来说真是可以了 西江队的命中率在下降 居然倒地把这球救回来了 我的天哪 三个人倒地 还是没有 阿波罗西斯这球投进的话 这球太提示器了 现在对于广沙来讲是个机会 对手现在的命中率在下降 如果能够抓住机会 尽可能破进分插的话 应该广沙队能够把艰难的上半场熬下去 因为他们开局啊 策略没有收到这个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所以其实上半场他们一直是感受到压力的 我也是真有机会半场二十分 我最后还有钱 什么时候 还在这时候 这段时间运气不怎么样 特克斯这也是第二个了 底下就是愣涮了出来 而且出现了几个出色的空位机会 马侃篮下 克兰白克上篮不中 几个空位的三分机会 现在新疆队也没有把握住 广沙的机会正在慢慢来临 我们来看看 过境分叉 是到个位数了 到个位数就看多少休息的时候 广沙等于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回到更衣室 能不能还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以一个充满新兴的状态来迎接下半场 两个万人够磨气了 一下一靠边的球给到了居然了 要到了很深的位置 因为对方眼前也不敢太多犯规 好球 赵云浩 终于突起来了 赵云浩 赵云浩过去一个修赛新的是着重去练了自己的持球 下击里根 布尔德控位的机会 再找 好 里根 你看里根 得分 全队第一 现在 还是除了罚球没丢 对 而且他现在得分的效率上 凯分的速率上来说 这确实是给球队又缓解了很大压力 你看像这一截阿布特沙拉姆效率下降了 但里根还是照常得分 嗯 机会赵云浩 孙明辉 这也传出了空位的好机会 孙明辉上一场也拿了12分球 今天还没有怎么发挥呢 高炮头 无限很高 暂时很高 广沙队已经半天没进三分球了 孙明辉这个三分球让他们重新用了外线的威胁 刚刚这段时间一直都在集中往直区里打 是 回到篮下 布尔德控位的机会 有没有 先出了底线 孙明辉的赵云浩 这个时候能不能再拼出点能量来 对广沙来说很重要 玩了命了已经 上面的结束还有一分钟 我们来看看这一分钟里 会做什么调整 看看广沙外缘还要不要再换呢 感觉就是从这分别带队的效果来看 感觉还是佛罗西斯带队的效果要好一点 从今天这个第二节的分开的使用来看伯罗西斯似乎这段 因为内线还能帮忙藏得住 广沙的日后卫谈至少还有孙明辉 而且佛罗西斯本身的这个得分的 位置要比佛罗西斯要广 要开阔 今天因为佛罗西斯根本就没有出手翻球 是 而佛罗西斯已经投进4.3分了 佛罗西斯半场得分已经超过自己场均了 半场20分球 场均他只得16.4分 里根 今天已经拿到了19分了 运动战继续百分百 这个谁受得了 孙通林的3分 扭到脚踝了好像是吧 孙通林 扭到脚踝了 孙通林脚踝这两人一直饱受伤病困扰 孙通林扭上脚踝的同时呢 那篮下如果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吹了佛罗西斯的犯规 是 那就是佛罗西斯第三个犯规 佛罗西斯福特森和苏洛瑜 包括这个林志杰都是三个犯 要回看清明辉这一下 需要界定一下这个球的是否构成一个犯规 嗯 或者是需要有追加的判法 我们修计过满球 当兄弟们在场上倒下以后 在他生活的兄弟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说他们站在一起 所以我把掌声声给我们这一支 有团队精神的精神队 好喝了 好喝了 违体 给了一违体 嗯 嗯 嗯 考虑到今天之前 呃 虞昌洞那次也被吹过违体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吹个违体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嗯 嗯 我们也 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事儿到底是否是故意的 但是呢 这样的动作在场上终究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E5 E5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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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表 这样好不容易 对表现一段的得分的竞争力 把分叉稍微破禁之后 现在看起来 一是对方又要拉开分叉 二是波罗西斯 我们看看是不是吹了波罗西斯的犯规 现在这个技术统计上还没有更新 因为宋东林没办法发球了 所以得换人来执行 白麦克 白麦克今天所有得分都来自于罚球线 他今天的运动战没有得分 真的是很冷 在第九成的发球的目的 百分八成 这段时间胡敬初来抢下 还是会计划的 随便退啊 这时候被虚是难免的 你看看网上能否顶住压力啊 错位 打打小 哎呦 打打小机会没有把握住 运气还差 这个呀 赵延昊确实是鸡警啊 赵延昊等半天啊 是 赵延昊 赵延昊 同位 来 没有能够投中 这个阿卜杜 阿卜杜没有能够投中 阿卜杜今天的三分界半是六投一中 对 他到第二节的手转明显下降 明显当时第一个进了 对 之后的这个五个都没有能够投中 都不要再碰到伤痕的状态 伤痕的情况 美副